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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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时的孙悟空终于找回真身 变成了史上最丑的孙悟空 打得杜恶真仙节节败退 随后杜恶真仙发动内功 想用千年道行和孙悟空同归于迹 结果只换来自己魂魏魄散 最后师兄三人又踏上了取经之路 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这部电影 你有何感想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说出你的想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